不会被打倒 根据红西新闻的消息 安徽省女子监狱三级高级警长吴秋景 被授予一级英雄模范称号 很难想象这么一位优秀警长 却在2020年被确诊了剑洞症 相信大家对剑洞症多少有点了解 它是一种罕见的世界性疾病 我们所熟知的霍金就曾患此病 作为世界五大绝症之一 这种病最痛苦的不是被病痛折磨 而是身体不受控制 但是思维轻虚活跃 只能够眼睁睁的看着自己死去 为如此疾病缠身 吴秋景肌肉逐渐萎缩 却仍然未放弃工作 坚守在一线 直到被强令要求休息 当初遇十年后的小云 得知吴秋景的病情后 在其病床前磕头跪屑再造之恩 两人相忘都哭成了泪人 千言万语在口 也只能够化为小云的一生 这不像你了 一点都不像你了 我们才知道 吴秋景从警29年帮助了 1900多名罪犯重返社会 从不只是说说而已 她的责任感和慈悲心 在这一贵中已经无需多言 古有秋景说 死生一世富红毛 人生到此方英节 竟有吴秋景说 心中有阳光 就不怕被冻住 让我们向英雄致敬